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时代凯摩发不听 今天我们来到了 湖北恩师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的来奉献 最近几个月 这个地处于湖北 湖南 重庆 三地交界的小小山城 因为一位老人出了名 这位老人名字叫做张富青 他今年已经有95岁的高龄了 一次特别偶然的机会 人们惊讶地发现 这位老人竟然是 为了新中国的建立 立下过汉马功劳的战斗英雄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 他的故事 我们也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能够扫描我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来把凯摩的故事 传递给更多的人 也让凯摩精神 照亮我们的生活 2018年12月 刚成立不久的湖北省来凤县 退役军人事务局 在全县开展信息采集工作 在来凤县巡查办工作的张建全 记得父亲曾有当兵的历史 于是经过父亲许可 在家里的旧皮箱中 寻找父亲过往的材料 反正很成就的一个箱子 颜色几乎变了 皮靠 就是一断掉了 然后用那个线的把它粘起来 非常成就 把它那个里面把它抽出来 把它翻出来 一个博物书 一个立功这一书 这就是三位讲的 当时的张建全还不清楚 这些从陈年旧皮箱里拿出来的材料 到底意味着什么 只是按照要求 如实地把证书和奖章 拿到了退役军人事务局 他把那红色包裹打开了 然后上面露出了一枚勋章 上面写的是人民共产 当时我一看到这个人民共产的时候 我一下子愣住了 根本没想到 完全没想到 我只是作为一个普通的采集 没想到这么一个大英雄 然而更令大家感到意外的是 张建全和家人 也是此时才得知 如今95岁高龄的父亲张富青 曾经是一名战斗英雄 这个秘密 张富青竟然对家人隐瞒了60多年 因为这次信息采集 需要如实报告自己的情况 张富青才愿意将他曝光在人前 有的人当时什么 听到讲这个事 没得人相信 就认为就是我们家里不可能 就是不晓得有什么父亲 和那么多战功了之后 我们家里人不知道 他一本就不讲什么 他一本就不讲 虽然老人从不提起任何关于自己参加战斗的往事 但是这张时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 在1948年12月签发的报告书上 清晰地记录了张富青立下的汉马功劳 报告书特统工就是对战斗中做出了特别大的贡献 付出了特别大的牺牲 完成任务特别出色的人 予以表彰的 据我们的团室查阅 当时我们七二八团一共是四千名人 但也仅仅只有三十九人获得了这样的贡献 当尘封数十年的历史终于被揭开后 大家才知道 原来张富青在1948年3月参军 曾经是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 三无九旅 七一八团二营六年的一员 张富青是战斗英雄的消息 不进而走 一时间大家都把目光集中在张富青身上 这些凝聚着鲜血和勇气的赫赫战功 也第一次曝光在世人眼前 对于很多人来说 张富青老人那么的平凡 那么的普通 六十多年来 整个来奉献城 几乎没有人知道老人曾经辉煌的战功 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 湖北日报社的记者张欧亚 他是第一个采访 并且报道了老人故事的人 有请张欧亚 其实大家都特别关心 说六十多年了 老人一直把这段往事深藏在心里 那最早您是怎么知道他的故事的呢 这样我们有个同事叫张如海 他就是来奉人 春节回到家乡 他听到这个故事 以他心为敏感判断 可能是一个重大题材 那么听到这个线索 我们就很振奋 也很震撼 但是也很疑惑 那我想这么一个战功卓助的英雄 真的六十多年来没有人知道吗 会不会是乌龙 但是不管怎么样 出于记者的责任和使命感 我们还是坚定地触发了 但是真的 当您第一次见到老人的时候 开始采访的时候 您的疑惑打开了吗 见到他以后 我们又做了两件事 第一就是请有关专家 鉴定他的军工章的价值 另外我们请恩师徒协助 查找他的律例 我们到了他工作的毛洞乡 商户区 也到了建设银行 包括在山间地头 找到他曾经工作的同事 那么随着我们见到的人越来越多 张福晴的故事 就像一幅卷轴画 在我们的心中渐渐舒染 所以那天晚上 我们迫不及待地 写下他的故事 希望全国人民一起分享他的荣光 感受他三样伟岸的品格 我们在这样的报道当中 真的看到了 当赤诚和忠诚融入到一个人的血液当中 这就是一个人的质地 生命的质地 谢谢你们文字的记录 谢谢张老师 谢谢 其实在我们文字记录 它点点滴滴的同时 历史的很多见证 也在一一地浮现在我们眼前 这样我们来看看 这三枚军工章 这是老人赫赫战功最有力的证明 第一枚是解放西北纪念章 第二枚是人民功臣纪念章 第三枚是全国人民慰问 人民解放军代表团纪念章 这三枚纪念章都非常的珍贵 他们都深刻地记录了 这位老人的九死一生 记录了老人的冲锋陷阵 那是一段怎样的岁月呀 我们通过短片来一起重温吧 在解放战争中 张富卿多次充当突击队员 做前锋打头阵 报告书上特别提到 在永峰战役中 张富卿所在的六连式突击队 他第一个带头跳下了城墙 争取了整个胜利 完成了任务 图局队的图局是干事队了 基本上是要牺牲的 一心地向这个什么 到最前来去 想去当突击队 我是个人报名的 最终上 这陪队让我带一个图局做县区 这生死上的我思想没了 死老 我是当人 在学要的时间 我死老 牺牲了 我是为了当 为了人民牺牲 是光荣者 牺牲的也起初 张富卿参加的永峰战役 爆发于陕西省蒲城县以东 25公里处的永峰镇 是位配合三大战役之一的淮海战役 由西北野战军 在1948年11月中旬发起的 作为突击小组 张富卿和另两个战友一起 在深夜率先跳下城墙 开始了行动 敲下城墙就和威威几个猛烈的 这个什么战战役 感到我这个老客上那边 好像有人这个什么 战舰砸了我一下 当时呢有一些肺 不晓得疼 我就往冲锋墙拉下以后 当时这个冲锋墙 一打得起 柔切波动和它大 和敌人搏斗过程中 张富卿觉得 头上好像被人狠狠地砸了一下 但他根本来不及细想 在双方密集火力交锋中 张富卿逼近敌人的刁拔 把我手机弄到剑 把手机弄到机下 上天就把杂鱼包搁上 手机弄到那待会儿了 同时杂鱼和手机弄一下 就把这脚步砸回来 战斗持续到天亮 张富卿炸毁了两座雕榜 搅和两挺机枪 弹药四项 直到这时 他才注意到自己受了伤 包头上有磨 我也看这个什么 头皮的 有块头皮的 砸了几刀狗 要满脸上再留下 战斗结束 张富卿坚守到部队进程 用封城收复 他死里逃生 但突击族的另两名战友 却再也没有见到 根据步兵第十一团 团使记载 永丰战役 全员奋勇杀敌 战斗异常残酷激烈 近一天 第七一八团一营 就因伤亡 换了三个营长 六连则一夜 换了八个连长 他多次担任投机队 他基本上是投机队 那个队长和州长 投机队的州长 但是他带出去的人 很多都牺牲了 他上次帮我讲到 那方面的事情 他又讲过 他对不起他们 就是带出去 那些人的家寿 对不起事两些人 他就这样的 他这样和他们一起出去的 他没帮他们和我做带出去 我这个什么自己保存 我不愿意呢 不想叫这个什么家里人呢 去到处去讲去宣扬 我一想起 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士 有几个 都负责了 我并肩作战的 我又是我自己 拉出这个 立功证件 千百字节 1955年 张福清退伍转业 他带上勋章 照下了这张照片 这是他与那段 争容岁月的 最后一次合影 此后 这些功询 被张福清封存起来 并打算将这段过往 永远地淹没在岁月里 真正的英雄 真正的功诚 是和我并肩作战的 味道无人显出 这些宝贵生命 烈死 对我的印象很深 这些情况 常常怀念他们 忘不了 张福清珍藏的 立功登记表 已经泛黄 但尚民清楚地记录着 他荣获的 军一等功译字 诗一等功译字 十二等功译字 团一等功译字 还有西北野战军甲 等战斗英雄称号 张福清用钢铁般的 信念和意志 在枪民待遇的战场上 勇往直前 无所畏惧 为了国家 为了人民 他有自己的实际行动 把革命军人的血腥 并于忠诚书写在了国家 红色的历史长河之中 青山处处闹中国 何须马格 郭世环 我们每一个人 都不会忘记那些 为了新中国 而壮烈牺牲的英魂 当然 我们更加不会忘记 像张福清老人这样 身经百战 却隐藏了公民的英雄 老人在每次接受采访的时候 都会细细地把这段往事 回忆出来 而来奉献巡查班的主任 邱可全 一直都陪在他的身边 我们接下来 把他请到舞台上 有请邱主任 其实刚才通过短片 我们也看到了 老人一开始 是并不愿意 把这段往事公开的 但是为什么后面 他就那么详细地 生动地把那些往事 统统地都告诉大家 在我的手上 有一本张老英雄的笔记 上面有一段话 我给大家读一下 我想我已是95岁 一名普通离休党员 普通的居民 不会各党和国家 增加麻烦的 如果不再出事证书 是对党对组织不忠 从这里我看出 当时老人内心是很矛盾的 他认为了 他的是美好 什么好说的 直到有人跟他说 您把您的故事讲出来 是对社会做贡献 此后他就把 接受媒体的采访 当作一项突击任务 当作是忠诚于党 在这个多次媒体的采访中 我看到他从来没有为自己 为家人流过来 而每次流泪来 他都是想起提起他牺牲的战友 他把眼泪隐藏起来 这里面不仅有他跟战友之间的情谊 更多的是 他对于那份信念的坚守 这份忠诚已经融化在血液里了 在退屋转入之后呢 张富京老人服从组织的安排 到了条件比较艰苦的 来奉献工作 接下来 他要经历什么样的人生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1954年底 张富清所在的部队面临调整 到地方支援经济建设 因一句祖国需要 张富清便来到湖北省最偏远 并且地处湖北 湖南 重庆交界的来风 这说实的话 任何人都想 在工作挑战好的地方工作 困难的地方 我不缺了人险 当然应该得逃脱啊 应该得监贵应难与伤啊 从来我们也考虑到 我个人是怎么样 事我都没有怕我怕苦 1975年 51岁的张富清 调任来奉献 某栋公社任副主任 他又一头扎进不同店 不同水 不同路 地段更加偏远的高洞管理区 这里几十里地 山连着山 村民的物资上不去 山火下不来 不仅吃饭成问题 连日常出行都充满危险 张富清认为 帮村民们修路 是改变老百姓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方式 于是他开始四处奔走 申请报批 借钱筹款 规划勘测 白天拿着锄头 陪着社员一起修路 晚上就直接住到了社员家的柴房 铺在甘草 席地而睡 那就说我们这个战略 他在哪个地方 时间是最多的 那就会机关里去烧的 那就陪着老百姓 天天去搞修路 这条长约五公里的路 有至少三公里都在悬崖上 只能炸开大通 谁都没有修路的经验 炸药用不好 还可能会出人命 此时 一年过半百的张富清 又是第一个站了出来 他就破了钱面 那我学的给我钱 都要拿哈桶的一些人 他让他弄下我 你还会害我 别个不敢去太高 他想当平衡 他丢了根 他怕我 张富清工程拔寨 大先锋 他和社员们连续奋战四个多月 肩挑手扛 硬是在那掘壁上 修出一条路 路同路 乡亲们的物资到了 生产的农作物也下了山 高洞地区终于结束了几代人不同路的历史 从人民功臣到人民功夫 在偏远的莱凤县 张富清以突击队员的精神 斩转出现在粮食局 三户区 某栋公社 外贸局 建设银行 变化的是他的工作岗位 不变的是他面对困难的不屈不挠 和对职责使命的信仰与坚守 昔日战场的争容岁月 虽隐远去 但军旗下许过的蒸蒸事业 已被他捐赫在心底 牢记于灵魂 老人再来奉献一旦就是几十年 他默默地奉献着 任劳任怨着 到底是什么在支撑他继续往前走呢 我们请来了 曾经和他一起工作过的同事 杨胜勇 杨老您还带了一双草鞋来 这里面有张富京老人的故事吗 我还真的有一个故事 有一次我陪他下乡检查弄的生产 他所穿的草鞋走难的 我们来到安物市供销社买草鞋 当时对的那个草害 大多数不是没了这个儿子 就是没了这个后肩 这个时候张老的脸 就慢慢地撑下来的 说你们还把这种费旧的草害 卖给老板献 你们心里到底还有个良心没有 张老可以联手认真的 对这个负责人说 要联手做出处理 我不愿看到人民群众欺负 我听了张老这些话 我心有感受的呀 这个老人子 他心里任何时候 都是赃到人民群众的 就是这可是老干部 老党员对于老百姓的赤子之心 谢谢 谢谢您 张福清老人曾经在日记里写过 作为党的干部 哪需要我就要到哪去 在生活当中 所有的人都觉得 老人家是如此的随和 可是对于他的家人 老人却有着不一样的态度 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吧 上世纪六十年代 张福清任三户区副区长 一个人几十元的工资 要养活一家六口人 生活过得并不宽裕 十逢三年自然灾害 国家开展精简退职工作 分管这项工作的张福清 首先动员的 竟然是在供销社上班的妻子 孙玉兰 他时候是这么问他的 我叫我等于一个 活作社的职工来讲 我又没有插款 又没有背道 我让他们叫我 给我下去了 品种的 要想请我 这个领导人员的话 要想请干部的话 他是看你实际的走法 先从自己老车上开招 把他搞下来以后 再去做这一页服 张福清在来奉工作的三十年间 同事们印象中的他 总是把老百姓的疾苦放在第一 对待自己和家人 却是十分严苛 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 小儿子张建全 带着我们来到了来奉县城里 修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建行宿舍 老两口从1985年至今 一直住在这里 整栋楼里唯一的旧木窗 就是张福清的家 这是八五年的时候 我们住进来的时候 当时做了这个木门 这都是原来搬进家的 搬进这个房子的时候 里面就是这种房子的颜色 这种头料 几乎就是从八五年到现在 可以改变 张福清的家里极为朴素 但被两位老人收拾得一尘不染 紧紧有条 阳台上还整齐地摆放着一排绿植 像一群列队的战士 这个字脸大概是1953年版 比我年纪都大 他那边像他的东西 不管是用了多少年的 只要能够将就的话 几乎他都要坚持用下去 天天各业的时候 各人的生活 生活上也好 事情一直聚职 事情都很方便很好 我很满足得到我这个生活了 这个杯子是1954年全国人民 魏魏人民解放军的时候 这个给父亲发的一个 这个杯子一直伴随着他 一直到现在 是他非常喜欢的一个宝贝 要珍藏的一个宝贝 所以他坏了以后 这个补来又补 修来又修 在曾经的硝烟战场上 誓死如归 奋勇杀敌 是张富青对党和国家的承诺 在如今的明镜岁月中 质朴节俭 知足常乐 便是他自己坚守的人生信条 张富青的一生写照 如他的名字一样 富足于精神 清廉于物质 可能在今天 我们很多人的标准当中 老人过得真是辛苦啊 可是老人的生活的气息 却那么地浓郁 所以今天呢 我们特别请到了 张富青老人的儿子张建国 我们一起来听听 他眼中的父亲 有请 我们每个人 在看到这个短片的时候 可能内心都会有一些震动 您是不是作为儿子 对他的这种简朴 会感受更深一点 记得我小的时候 一年都很难地 与父亲见几次面 一次 我父亲很久没有飞家了 我的母亲就对我说 带几件饭洗衣服 去看一下父亲 当时我走到我父亲的居去 我进来了 我父亲住的地方 上面是开的铺 下面是一个牛圈 牛圈里面还关着牛 它的窗坡 到处都是漏漏粉味道 并且呢 长满了隔壮 我在那里睡了一晚上 一生都熬的是隔壮 但是我始终来想 这么一个艰苦的地方 我的父亲 为什么能够坚持下去 现在我终于明白 他的行李始终是 装作脑洞人民的 对 他把百姓放在心上 而且可能大家通过 照片和视频能够看到 老人在88岁的时候 他的左腿被截肢了 但是安上一只之后 老人竟然能在 如此的高龄当中 在奇迹般地站起来 这段往事 我们要好好地回顾一下 见过我们一起来 看看这个短片好不好 来 2012年 张富卿左膝化农 持续数月的高烧 快要消耗完老人的 所有力气 逐渐地化农 转为真菌感染 医生赶紧将他转移 重症监护室 继续观察治疗 因为抗尽菌的药物 毒副重症比较大 这个时候老人已经生病垂危了 截肢才能够保住老人生病 他那个事情讲的时候 就是德国臭动作很大 我们都是人家 他可能在战区里的 那时候我们都是很可谨的 当家人还都在担心父亲 能否接受医生提出的 截肢决定时 父亲的一句话 让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他说需要截就截吧 请医生的 他在人我说 请医生的就是截肢 张富卿左腿高位截肢手术 进行得很顺利 身体状况也一天天好起来 家人为父亲以后的生活 准备了甲肢和轮椅 可谁也没想到 坚强的老爷子 一定要靠自己的力量 重新站起来 他忍受着伤口带来的剧痛 坚持完成一系列恢复训练 他要扒在爪子上 他慢慢慢慢地 他都这么一天一天一天 扒在爪子上 他都这么一天一天 这都是他 他有时候也拉过来 高着不好了 他要拿来高伤他 有时候他车刷起来 他就把他了 他有时候他就把你打得 他不讲 他就不跟你讲 所以你都是不得 不敢离开日生 所以到了 这几步钟 睡到了 爬起来就够了 然后头上都没泡屁了 没泡屁以后 疼得平了 就这个时候休息一下 捡个步 继续地走 继续地断断 在领头 周围人眼里看到的 是张福青的坚韧和毅力 心里有着说不出的心疼 而张福青还在用自己的幽默 宽慰着家人 他就半开玩笑地说 他说战争年代 腿都没掉 他说 他说到这半年纪的腿 还掉了一只 给我想起的是 我要花样保持 出自卑园医院的精神 我要站起来 我要担担 我要学习 不想给家人 挣钱重大的负担 靠着在战场上 淬炼出的顽强意志 如今张福青 已经可以自由走动 有时还会亲自买菜下厨 给老伴炒几个菜 张福青内心充满知足和感恩 充满随时迎战困难 继续奋斗的好景 他就像一面镜子 映照出了平凡中的伟大 我记得在很多的采访当中 你曾经说过 其实原来 你有很长一段时间 对父亲的好多行为 不是那么地理解 现在你了解 父亲的故事越来越多 您觉得你现在 懂得他了吗 原来我对我的父亲 确实不够理解 在战争年代当中 每次战斗 他都打先锋 充当投机队员 难道他就真的不怕死吗 在和平建设时期 哪里艰苦 他就往哪里去 难道他就真的不怕苦吗 我的父亲心里始终将在别人 唯一都没有他自己和家人 难道他真的不懂得家里温暖吗 现在通过他对他的心声 走进的透露 我对他的过去走进清楚了 现在也终于明白了 他为什么这样做 他做的目的和所有的事 都是源于对党的感恩 和对党的忠诚 是的 带着这样的感恩 他那份初心从来都没有忘过 无论是浴血奋战的时候 还是他在截掉自己的大腿 依然能够站起来的过程当中 其实他都是在用信念支撑的 这个信念永远都没变 英雄无言 深藏功名 六十多年的风风雨雨 对于张富卿老人来说 他始终坚守的 就是那颗从未改变的初心 接下来我们要发布 中宣部关于此次 时代楷模的授予决定 中共中央宣传部 关于授予张富卿同志 时代楷模称号的决定 习近平总书记 近日对张富卿同志先进事迹 做出重要指示强调 老英雄张富卿 六十多年深藏功名 一辈子坚守初心 不改本色 事迹感人 在部队他保家卫国 到地方他为民造福 他用自己的朴实纯粹 淡泊名利 书写了精彩人生 是广大部队官兵 和退役军人学习的榜样 要积极弘扬 奉献精神 凝聚起万众一心 奋斗新时代的强大力量 张富卿同志 是原西北野战军 359旅 718团 二营六连战士 在解放战争的枪林弹雨中 九死一生 先后荣立一等功三次 二等功一次 被西北野战军 即特等功 两次获得战斗英雄 荣誉称号 1955年 张富卿同志 退役转业到湖北省最偏远的来奉献工作 为贫困山区奉献一生 张富卿同志 的先进事迹 充分彰显了 共产党人 坚守初心 不改本色的政治品格 有力弘扬了 淡薄名利 无私奉献的 崇高精神 为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大力宣传弘扬张富卿同志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 在隆重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 中共中央宣传部决定 授予张富卿同志 时代楷模称号 广大党员干部 要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号召 以张富卿同志为榜样 积极弘扬奉献精神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淡薄名利 砥砺前行 努力做新时代的奋斗者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做出更大贡献 直知 超人 最高的民族 最終业的富翁 就算就算出现了 多花万一 等待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授予您实在楷模称号 真真真 您给我们树立了标杆 树立了榜样 我们都要向您学习 感谢您为党和国家做的一切 老前面你好 我一来看你来了 我是咱们原718团红军团的政委 今天带了几个老战友过来看望你 你看看都是谁来了 感谢老战友 我是刘重铺 感谢老战友 三五九六张 我们大友缝战时候是一个战友 看着你永久不会忘记了 感谢 我们都是三五九六的老战友 吃点 在获得时代楷模荣誉春号的同时 张富丁老人特别委托我们的节目 他有几句话想传递给现场的观众 和电视之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一起来听听老人都说了什么 我今年一九十五岁了 我这一辈子 不管走到哪里 我都牢牢的记在心上 是当培养我成为一名革命军人 共产党员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老百姓 为了国家 今天我们在这里认识了一位可亲的老人 可亲的干部可送的英雄 穿越了战火纷飞 生于和平年代的我们突然之间明白了 什么是血与火交注的忠诚 什么是平凡当中所孕育出来的伟大 所以希望从今天开始 我们每一个人都牢牢地记住这位老人 记住他的名字 张富青 我是湖北日报记者张欧亚 张富青这三个名字 是我采访生涯中最生动的一个名字 今天我和我的同事们把这个名字写成了一本书 希望更多的人能够通过这本书记住这个名字 我来自山西圣福崇仙 若是仙特意决任司务局局长福若斐 张富青 老英雄 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奋斗室 如今我们把张富青的名字写在用选战役经验里 把张富青的私底拜放在战场里 让所有的人们记住张富青的名字 让所有的人记住我们的国家和民族 就此靠着以为为这样的英雄醒获响传 我是新疆军区三母红军团政委王云涛 我们特别自豪地把军区老兵张富青的英雄事迹 永远书写在新疆军区的历史上 记录在天生雄师的荣誉册里 践行到官兵卫国戍边的行动中 我们也特别地希望一代代的官兵 始终继承和发扬 英雄先辈们的血腥和担当 共同谱军区新时代的英雄赞格 一条大河 波浪宽 一条大河 波浪宽 一条大河 波浪宽 我家就在爱上住 听管了烧宫的猴子 看管了船上的白帆 这是美丽的祖国 是我上场的地方 在这边辽阔的土地上 到处都有明维封 有山好水好地方 一条大河 从彩在这边 如果是我生长的地方 在整天温暖的土地上 到处都有何必要